那我们用这个三和弦呢 我们去简单的说一下 在这个吉他上面怎么找和弦 好一些找和弦的原理吧 好 我们首先跟音的位置是一定要知道 它有几个位置 首先第一个位置呢 我们从第八位开始 是这个五弦的三平 这里是一个点 然后到了这个六弦的八平 这里是一个点 还有一个是四弦的十平 这里也是有一个点 分别有这三个点 比如说是这个根音的点 来的根音的位置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先在这个最低的五弦的点 去找一下和弦 那分别有这一个 对吧 好到右边的 好到右边的 然后好到了 这里已经一般是一个点的左边和右边 一般是这样找 左边右边 ok 然后好到了八平的 这个地方 然后到右边 一个大横按 然后好了 不要忘记还有一个点 在这个第四弦的十平 这里 这里有一个点 还有右边有一个 所以我们一个大三和弦的常用指心 分别是有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还有这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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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到小三和弦 小三和弦的话 我们也是从最低的宝位开始 从这个A 从这个五弦的三平 那左边这一个 这个指形其实我不大建议用 为什么 因为这个指形 你不要忘记它有一个空弦在这里 就是这里 这个空弦 其实它等于是一平来的 所以你如果这个指形 你按出来真正的 它就这样子 非常难按 这个指形 对吧 这个指形 对吧 所以你要移动的时候 非常不方便 这个因为太难按 对吧 这个指形 还是一般的说这个指形 我们是不用的 不用的 虽然它 它能够按得出来 它能够按出来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 因为它 你如果一个小三和弦 你当你要换到另外的 跟音去的话 你这个空弦是不能移动的 如果你要移动这空弦的话 可以 你必须要用多一个手指 把这个空弦给填补上去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小三和弦 这个指形我们是不用它 我们直接用右边这一个 好 摇到上来这里 摇到这里 好 然后到增三和弦 增三和弦 首先是这个跑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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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的 右边的 到这里 然后跟音在四弦 最后一个指形比较蓝 这个指形 这个指形是相对少用一点的 因为这个指形的话 当你移到低薄位的时候 它的蓝度 要蓝 所以最后这个指形 最后一个指形相对用的少一点点 最后一个指形相对用的少一点点 比较长的指形 会这个 这个很常用 或者是 这个也 这几个 这四个指形 这一个 这一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一个 比较长用 然后最后一个这样的指形 这个指形相对少用一点点 好 那我们到减三和弦了 第一个指形 然后这个指形相对来说比较别流 这个指形 这个指形 这个减三和弦呢 其实在吉他上面用的相对比较少一点 因为通常这个减三和弦 我们一般以后会用这个减七和弦 就算我们看到一个减三和弦不要记得时候 其实我们是可以直接弹成一个减七和弦的 这个减三和弦有时候 大家觉得如果按起来这个指形 觉得挺难按的话 那可以不按也OK 或者直接按三个音 你可以直接按一个跟三五 或者是这样也OK 没问题的 这样一个比较简单 比较偷积的按法 其实也可以 这样没问题的 或者这里有 这个也比较好按一点点 那这个减三和弦呢 其实通常我刚才说了通常是用减七和弦去代替它的 所以这个减三和弦如果大家想省点时间的话 其实不练啊也OK的没问题 不练啊也OK的没问题 不练啊也OK的没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